在新北市城乡局的支持下 老五老基金会改造 十定丰子林大楼二楼和一楼外的公共园艺空间 打造欧业营幼同乐园 在这次改造计划中 除了运用绿色藤蔓 解决曝曬问题 还考量长辈和孩子的需求 调整种植花台的高度 希望借由世代共荣的园艺活动 让老幼能够有更多美好互动 新北市城乡局 再度与老五老基金会携手合作 进行OES营幼同乐园改造计划 将一楼和二楼的园艺公共空间美化修整 在展示成果发表会上 一开场就由和苹果小附设幼儿园小朋友 和十定丰子林公共拖老中心的长辈 一同合唱台语歌谣丢丢党 气氛温馨又欢乐 老五老基金会区长王淑芬指出 二楼的露台因为有西晒的问题 这次以绳索编织的顶棚 带藤蔓攀爬之后 就会成为一个绿色的藤蔓隧道 同时透过长长的廊道 让长辈在照顾植物的同时 也能够多走动 这样子的一个廊道其实是鼓励我们的长辈跟孩子可以多走一些路 多走一些运动因为其实我们的长辈有时候也会碍于就是动机的一个关系 所以他们没有那么的有意愿可以多走一些的路途 那我们做了这样的设计之后他就循着菜园不知不觉 就多走了20公尺 对这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巧思 除了二楼的改造一楼的改变更是令人惊艳 在大楼外的转角处原先只是简易的菜谱以及围离步道 现在重新建造上漆 同时考量长辈和孩子的需求 设计种植花台的高度更解决了曝晒的问题 有一个遮蔽的一个棚架 那未来在那边就会能够很阴凉 然后长辈跟孩子就可以一起在那边活动 除了这样的以外呢 我们在花台的部分还有高的花台跟低的花台 低的花台就很适合幼幼的孩子 他们可以去种植种菜 老五老基金会区长王淑芬表示 这个空间转角处的最大巧思 就是搭建了一个木造小凉亭 让使用者可以休憩 可以好好享受身处于这片园艺空间的悠闲之感 在花台的周边我们设计的很多 是可以随时就坐下来休息的一个地方 因为孩子跟长辈 其实他们的生理是比较有限制的 有时候比较容易累 或者是说他们可能走一走玩一玩 想要再休息一下再继续 因为他也不想要赶快回教室 可以一起在那边休息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可以让我们的几乎是全灵 都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使用 和平郭小校长李春芳表示 藉由这样的老幼共荣活动 看到很多老人家在种植的过程中 回忆起过去 并且很自在很自信的与孩子交流 形成一个很棒的教育环境和氛围 这些孩子可以比较能够去体会到 跟老人家相处的一个感情的交流 那这些老人家呢也可以透过 跟孩子们相处的过程当中 重新找回自信 而且看他们在种植过程当中 很多老人家就把他过去的那个 回忆啦记忆都换回来了 然后可以很自在的 而且很有自信的跟这些小朋友交流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教育环境 老五老基金会表示非常感谢 新北市城乡局的计划支持 以及实定区公所 实定区老人会和和平国小富幼的 合力协伴 让长辈和孩子都能够一同享受 营幼同乐园的美好时光 记者杨邦友 赵方琪实定采访报道